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乌苏拉·冯德莱恩 成功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重大事件 这次选举不仅在议会内外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也让我们看到了欧洲政治风暴的真实面貌 冯德莱恩的连任 虽然为欧盟带来了稳定和连续性 但他面临的挑战和反对声音依然不容小觑 从他在气候变化 边境安全到乌克兰问题上的承诺 再到他如何平衡各方势力的压力 这位德国保守派领袖的前路并不平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乌苏拉·冯德莱恩再次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 这一消息在欧洲议会内外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应 DW布鲁塞尔分社社长亚利山德拉·冯·纳门 Alessandra Von Naunen 从斯特拉斯堡现场报道 描绘了这场政治风暴的背后故事 冯德莱恩在德国保守派内部的领袖地位 坚不可摧 但他的连任之路并非一路平坦 尽管他所属的中右翼欧洲人民党 APP是欧洲议会中最大的党派 他仍面临来自党内外的强烈反对声音 在这次投票中 冯德莱恩以401票赞成 284票反对和15票弃权的成绩 成功连任欧洲委员会主席 这一结果让他在需要361票的最低门槛上 显得相对安全 但背后的故事却显示出 他的胜利并非唾手可得 DW的报道指出 冯德莱恩的挑战来自各方 首先是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的极右翼势力 梅洛尼指责冯德莱恩将他的政党排除在政治对话之外 意大利兄弟党因此在投票中反对冯德莱恩的连任 此外他所属的APP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几位法国议员公开指责他过于技术官僚化 并表态不支持他 而来自爱尔兰的一些中间派议员 则因冯德莱恩对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立场表示不满 也选择了反对票 在投票前夕 冯德莱恩试图安抚这些批评声音 他在演讲中表达了对加沙停火的强烈支持 并承诺将推动更多的环保政策 如到204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90% 此外他也承诺加强欧盟边境安全 打击非法移民 并表示将增加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的人数 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 欧洲领导人对冯德莱恩的连任纷纷表示支持 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在社交媒体上称 这是我们在困难时期行动能力的明确标志 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也在X前称 Twitter上对他表示祝贺 强调他对他的勇气和决心充满信心 而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泽表示 期待与他密切合作 以重置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 显示出这一连任对欧洲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冯德莱恩的成功连任为欧盟在面对从乌克兰战争到气候变化 移民和住房短缺等各种危机时提供了领导的连续性 议会主席罗贝塔·梅索拉在宣读结果时 冯德莱恩高举双全 表示胜利 这一幕象征着他在这段曲折的政治旅程中的胜利 冯德莱恩在他的演讲中强调 不会让极端极化成为常态 并誓言与所有民主力量一起战斗 他在谈到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时 强调了他对欧洲价值观的坚定立场 批评奥尔班的亲俄行为 并誓言继续支持乌克兰 这些言论与他过去五年来的领导风格一脉相承 他在应对英国脱欧 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一系列危机中 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 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还承诺 将加强欧盟的经济、警察和边境机构 解决移民问题 并推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他特别强调要帮助那些 因为所谓的欧盟官僚主义和环保规则而抗议的农民 这显然是对他过去政策的一种反思和修正 在冯德莱恩的领导下 欧盟将会有两张新面孔 葡萄牙的安东尼奥 科斯塔将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 爱沙尼亚的卡亚 卡拉斯将担任欧盟最高外交官 科斯塔的提名只需要领导人的批准 而卡拉斯还需要在今年晚些时候得到欧洲议员的批准 卡拉斯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 也是欧盟和北约内部对俄罗斯的强烈批评者 他的加入将进一步巩固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 冯德莱恩的连任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胜利 更是欧洲在面对诸多挑战时的一种稳定和连续性的象征 在这个多变的时代 欧洲需要一个强大而稳定的领导者 来引领这个27国联盟克服未来的挑战 冯德莱恩的连任 无疑为欧洲的未来注入了一记强新增 他的政策和领导风格将在未来五年内 继续影响欧洲的发展方向 这次投票结果也显示出 尽管存在诸多分歧和挑战 但欧洲议会最终还是选择了 支持这位有经验的领袖 这无疑为欧洲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时 提供了宝贵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随着他的连任 欧洲将继续在冯德莱恩的领导下 向着更加绿色 更加安全和更加团结的未来迈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尔斯拉·万德莱恩 成功连任欧洲委员会主席 这一决定引发了欧盟议会内外的 广泛关注和讨论 尽管她在投票前的支持度有所动摇 但最终以401票赞成 284票反对和15票弃权的结果 再次当选 这次选举确保了欧盟 在应对乌克兰战争 气候变化、移民等危机时的领导连续性 冯德莱恩在胜选演讲中承诺 到204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90% 并表示将推行新的能源法案 以降低消费者的价格 她还强调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加强欧盟边境安全机构Frontex 并减少非法移民 此外 她表示将更加努力推动停火 特别是针对加沙的局势 呼吁利己和持久的停火 尽管她所属的中右翼欧洲人民党 APP是议会中最大的党派 她的胜利并非毫无悬念 选举过程中 她面临来自不同政治光谱的反对声音 包括极右翼和她自己党内的部分成员 例如 一些APP的法国议员指责她 技术官僚化 并誓言不会投票支持她 此外 来自爱尔兰的几位中间派议员 也因她对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立场 而表示反对 欧洲领导人 纷纷祝贺冯德莱恩的连任 德国总理奥拉夫 肖尔茨 欧拉夫 在社交媒体上称这是 我们在困难时期行动能力的明确标志 波兰总理唐纳德 图斯克 Donald Tusk 和英国首相基尔 斯塔默 Kir Starmer 也表达了祝贺之意 表示期待与冯德莱恩密切合作 这次选举正值欧洲议会选举中 极右翼势力增长之际 冯德莱恩在最后的陈述中强调 他不会让社会的极端极化成为常态 并誓言与所有民主力量一起战斗 他还驳斥了匈牙利总理维克多 奥尔班 Victor Urban 最近访问俄罗斯的行为 称其为安抚而非和平使命 在过去的五年里 冯德莱恩引导欧盟度过了一系列危机 包括英国脱欧 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还推动了一项绿色协议 目标是到2050年 使欧盟实现气候中和 然而 他也因与疫苗制造商谈判的透明度问题 而受到批评 欧盟普通法院裁定 委员会在大流行期间 与制药公司达成的疫苗购买协议中 未能向公众提供足够的信息 冯德莱恩的连任 不仅确保了欧盟领导的连续性 还带来了新的领导面孔 葡萄牙的安东尼奥 科斯塔 Antonio Costa 被提名为欧洲理事会主席 爱沙尼亚的卡亚 卡拉斯 Kia Kolas 则被提名为欧盟最高外交官 科斯塔的提名 只需要领导人的批准 而卡拉斯 需要在今年晚些时候 得到欧洲议员的批准 卡拉斯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 也是欧盟和北约内部 对俄罗斯的强烈批评者 总体而言 冯德莱恩的连任 为欧盟提供了稳定的领导 特别是在面对多重危机的时期 他的政策承诺和领导能力 将在未来几年内 继续影响欧盟的发展方向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让我们为乌苏拉冯德莱恩的连任鼓掌 这次连任不仅确保了欧洲委员会的稳定性 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毕竟 他在过去五年里成功带领欧盟度过了英国脱欧 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重大危机 他的领导能力无可置疑 就像拿破仑在滑铁炉之前的辉煌战机 冯德莱恩女士的战略视角和坚定立场 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哦 楚天书 我差点被你那热烈的掌声震聋了 但让我们冷静一下 冯德莱恩真的这么完美无缺吗 他在疫苗采购过程中的不透明操作 让多少欧洲人心生不满 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盒子 一旦打开 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 他的连任只会为未来的欧盟增加更多不确定性 就像是把欧洲的命运交到一个边缘化的技术官僚手中 谢琪琪 我必须说 你的比喻真是充满了戏剧性 不过 冯德莱恩的确在新冠疫苗采购上遇到了一些挑战 但他也成功推动了欧盟的绿色协议 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 这可是历史性的举措 想想看 就像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一样 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方法 他的领导使得欧盟在全球舞台上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成就吗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冯德莱恩是现代的爱因斯坦 但事实是 他的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令人失望 不仅是疫苗采购问题 他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的立场 也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他显然有点像沙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犹豫不决 总是处于矛盾之中 而且 极右翼势力的增长恰恰 是因为他无法有效解决移民和边境问题 这样的领导者真的能带领欧盟走向光明的未来吗 谢琪琪 你的批评确实猛烈 但我还是要给冯德莱恩一点公大 他在投票前明确表示将推动停火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90% 并且计划增加Fintex人员加强边境安全 这样的承诺可不像哈姆雷特那样犹豫不决 反而更像亚历山大大地迅速果断 力图解决问题 而且 他的成功连任也获得了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 和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的支持 他们肯定不会把欧盟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无能的人身上 好吧 楚天书 我必须承认你的亚历山大大地比喻很有趣 但他的连任能否真正带来改变还是未知数 极右翼势力地崛起对他的领导构成了严峻挑战 而他所提出的政策是否能得到有效执行 也要打个大问号 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之谜 他的领导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 而是要保持警惕 毕竟这关系到整个欧洲的未来命运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哎呀 乌苏拉冯德莱恩 乌苏拉冯德莱恩再次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 这消息可谓在议会掀起了一场小型风暴 他在欧洲议会的投票中以401票赞成 284票反对和15票弃权的成绩 成功夺得第二个任期 这次连任可不是轻而易举的 毕竟他的支持度曾一度动摇 尤其是面临极右翼的强烈反对 连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 Georgia Meloni也来凑热闹 指责他把像他这样的政党排除在政治对话之外 幸好支持冯德莱恩的议员们仍然够给力 成功让他继续掌舵欧盟的这艘大船 冯德莱恩除了要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 还得面对内部的神队友们 他的党内一些法国议员直言他技术官僚化 誓言不会支持他 更有爱尔兰议员因他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立场不满 加入反对行列 为了安抚这些批评者 冯德莱恩在投票前夕表示他会更努力推动停火 呼吁加沙的流血事件立即停止 并且承诺释放以色列人制 这真是个练嘴技的好时机啊 不过冯德莱恩显然不只是嘴上功夫了德 他还提出了到2040年 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90%的雄心壮志 并计划推出新的能源法案以降低消费者的价格 他还坚持要加强欧盟边境安全机构Frontex 减少非法移民 并将边境和海岸警卫队的人数增加到3万人 这些承诺无疑为他赢得了不少支持 毕竟谁不想要一个更安全 更可持续的欧洲呢 这次投票结果公布后 各国领导人纷纷向冯德莱恩表示祝贺 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欧拉夫·欧拉夫·首尔茨 称他的连任是我们在困难时期行动能力的明确标志 而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 则表示有冯德莱恩的勇气和决心 欧洲一定会走得更好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希尔·斯塔莫也表达了与他密切合作的期待 以重置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 看来 这位德国保守派领袖的连任不仅为欧盟带来了连续性 还为多国领袖提供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强大盟友 说到冯德莱恩的连任带来的连续性 这真是欧盟在当前诸多危机中的一大福音 无论是乌克兰战争 气候变化 还是移民和住房短缺问题 他都将继续带领这个二十七国联盟前行 冯德莱恩表示 他不会允许极端极化成为常态 并誓言要与所有民主力量一起战斗 这无疑给了议会中的民主力量一针强心计 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领袖 无疑是欧洲在面对各种挑战时的定心丸 从他上任以来 冯德莱恩已经引导欧盟度过了一系列危机 包括英国脱欧 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还推动了一项绿色协议 目标是到2050年使欧盟实现气候中和 这样的成绩单 让他在议会中赢得了不少信任票 总之冯德莱恩的连任不仅确保了欧盟在危机中的领导 连续性还为未来的政策推行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无论是面对内部的批评者还是外部的挑战 他都将继续带领这个大陆前行 这场政治风暴 终究还是让冯德莱恩笑到了最后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